人生是很累的,你现在不累,以后就会更累,人生是很苦的,你现在不苦,以后就会更苦,为累过,方得贤,为苦过,方知贤,趁着年轻,大胆地走出去,去迎接风霜一雪的洗礼,练就一颗不忍耐,扩达,睿智的心,幸福才会来,这世界上诛了你自己,没有谁可以真正帮到你。 鸡蛋,从外打破是食物,从内打破是生命,人生意识,从外打破是压力,从内打破是成长,相信人生不会亏待你,你吃的苦,你受的累,你掉进的坑,你走错的路,都会列就独一无二成熟坚强感恩的你。 心简单,活着就简单,心自由,活着才自由,让心简单,让心透明,让心轻松,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,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,任何不顺心都是一种修炼。 进锅炼的都是矿石,出来的却分矿扎和金属,凡事多找方法,少找借口,强者都是寒赖奔跑的人。 不管你有多难过,始终要相信,幸福就在不远处,坚持住,你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。 你努力了,尽力了,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,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,没有一处真是不复杂。 从今天起,每天微笑啊,世上除了生死,都是小事,因为有明天,今天永远只是起跑线。 努力过后,才知道许多事情,坚持坚持,就过来了,一个人在外面,很不容易,没啥,听的就是坚强。 越有故事的人越沉浸简单,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。 真正的强者,不是没有眼泪的人,而是含着眼泪一样奔跑的人。 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,无论是为一个人,一段情,一段旅途,或一个梦想,我们要等于背上吵出自己预料的包袱。 努力之后,你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很多,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,放红你禁不住硬祸的大脑,放开你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。 放大,你什么都想聊两句八卦的嘴巴,静下心来好好做你该做的事,该好好努力了。 二十一世纪的革命,不是从政治领域开始,而是从经济领域开始,只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中国,那就是互联网。 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,那是牺牲了,安逸换来的。 不要羡慕别人的才华,那是私底下的努力换来的。 不要羡慕别人的成熟,那是精力与沧桑换来的,可以欣赏,不要嫉妒,因为那都是别人应该得到的。 你应该关心的是,你想得到什么样的生活,而你为此又付出了多少努力。 只要你不放弃你的梦想,你的梦想就永远不会放弃你。 只要你相信你就能拥有感动世界的能力,不管多么困难,多么累啊,这是成功之路,没有什么,没有借口。 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到问题,相信就是力量,奋斗一定要成功。 失败是成功之母吗? 现在想赚钱有两个必须懂,一个是分享经济,一个是股权时代,不懂分享经济,就是新时代文化。 不懂获得股权,这辈子就会碌碌碌,留下遗憾,为有分享经济加股权倍增,等于去是成功者。 有个富翁,有一天开个豪车,在路上,偶然看到一个年轻的搞得脏兮兮的乞丐,在路边捡垃圾。 富翁心想,如果能帮这个年轻人,不是当即的行善了吗? 于是他下车走过去和那个年轻的乞丐说,你和我一起走吧,我带你去商场卖套新衣服,洗个澡,然后把你的头发理理。 明天去我的公司上班,你以后就不用过这个乞丐的生活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